2020年是中国野餐元年 在这个从不缺少阳光草地可颂法棍的巴黎 想必一定是大家的野餐头号选择 但你们都来不了 所以也只能跟着我一起去野餐咯 为了能够野出最精致的餐 我们的准备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来这个看着好大的超市 满野餐需要的东西 当我以为我出门的时候 一定会迟到半小时的时候 发现我竟然是第一个到的 真不愧是我的朋友们 我们先去超市买了每张野餐照片 都能看到的草莓和气泡水 野餐地点选在了巴黎市内的一个生态森林里 有阳光有草地 巴黎的男孩女孩果然精致 竟比我们抢先一步到达做作现场 真不愧是野餐元年 我们最后选址在森林深处的湖景区 吃累了还能抬头看看鹅 要在这边吗 好啊好啊 再拿出我们Muji风的桌布 野餐开始 我的心里仿佛已经在想象着 我们的野餐照片将如何 称霸朋友圈了 开箱时刻 苹果派 每个野餐女孩都会买的 发棍 倒出来特别好看的 薯片 上镜有好吃的彩色小番茄 当然还有野餐标配 草莓 哦没错 现在就要开始边拍边撤 别人的野餐怎么拍我们的野餐 算了就遮了 它根本固定不住 就是东西很精致 但是盘子太丑了 完全不精致 就这样 别人家的野餐照片 精致 高级 洋气 上档刺 别人家的野餐女孩 温柔 甜美 可爱 我的野餐照 就是滤镜 都救不了的那种 野餐的我 这是什么 让我尝尝 好像不错啊 没关系了 我这个人本来也不太爱发朋友圈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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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